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MaiMaiCooking 還有幾天就到這個端午節了 今天就教大家做一種健康一點的鹹肉粽 希望大家看完這條片快點去買材料包一下這個粽 點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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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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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之間 以上杨茜茜茜 同樣 無殼綠豆也是用水浸2小時 而泥物用水浸30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把五花腩切件 之後可以用鹽 糖 五香粉醃2小時 在這裡提提大家 肉類放在室溫太久就有機會變壞 所以放進冰箱就會比較好 正常的鹹肉粽都是放全隻鹹蛋黃 因為這次就想做健康一點的鹹肉粽 所以鹹蛋黃都需要切開一半 兩小時之後就把糯米隔水 然後就可以加入鹽 糖 雞粉 胡椒粉 橄欖油去拌勻 同樣把無殼綠豆隔水 然後加入鹽去拌勻 然後把糯米拌勻 同樣把泥物隔水 然後把它倒進糯米裡拌勻 然後把糯米拌勻 然後來到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包種 首先用兩塊種葉造成一個盤子的形狀 之後按次序加入糯米、綠豆、五花腩和鹹蛋黃 最後用多一塊種葉包緊它 然後用鹹水草紮實它 完成了四角種 因為包種的程序實在太複雜 不知道如何教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 只要多看幾次吧 很多人可以隨便給我 喜歡封面用黃水草紙 我萁人不見它 都會你也沒有 只有五花圓 接著那個黃水草紙 就在六花圓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剛剛包好的種子 煮的時間需要久一點 首先 凍水落種子 水滾後計時煮90分鐘 之後再烤1小時就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我手上的鹹肉種了 其實做這個鹹肉種 其實程序上都是繁複的 傳統的東西都是繁複的 又要浸禮 又要醃東西 又要包 不過其實我覺得沒所謂 一年也只有一天是端午節的 辛苦一下玩一下 有無所謂 你看包完之後又有多有成功感 那先說回這兩種種 其實我做了兩種不同的 一種是鹹肉種 就是沒有泥蜜的那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有泥蜜的那一種 就是很多一點點的那一種 其實之前 上一集都說過泥蜜的一個好處 或者有關泥蜜的資料 如果想知道的話 就回到上一條影片看看 其實這兩種種的分別 首先說一下它撕的過程 其實沒有混泥蜜的那一種 其實就比較黏一點點 反而混泥蜜的那一種 就容易撕很多 現在說了暫時的分別 現在就到了這個試吃 剛剛就吃了這一集的鹹肉種 其實我覺得真的超好吃 其實真的真心覺得 自己覺得 真的跟外面的真的差不多 真的不錯 當然另外一件事就是 鹹肉種的精髓 最重要是鹹蛋黃和肥豬肉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包這個種 我覺得最好 買那個肉真的越肥就越好 現在就試試另一隻泥蜜種 泥蜜種其實 為什麼呢 撕掉那一層葉之後 其實你會聞到很大的 泥蜜的一層味 而且它就沒有那麼黏 真的很容易就可以撕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泥蜜 和糯米混合了之後呢 那現在呢 即是吃下去呢 其實你吃糯米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了那個鹹味 其實是很清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啦 其實包種呢 包種其實真的有巧妙的 一件事就是包得多就會熟 包得多就會比較熟 包得多就會比較漂亮 所以呢 可能大家剛才看了那條 就是我包種的過程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說 其實因為 我不知道怎麼去教大家包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真的要學包的 真的要看多幾次 是 看多幾次啦 包多幾次啦 那就會包得熟 好了 那今集就這樣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 當然要記得 訂閱我的Facebook page 還有Instagram 還有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喜歡這個教學 記得要按LIKE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收看 知不覺間 我的YouTube Channel 已經突破了1萬人的訂閱 為了答謝大家的支持 大家一直以來的收看 一直以來的愛戴 接下來會拍一條關於Q&A的影片 現證向大家收集問題啦 記得大家在我Facebook page 留下一條問題 我收集50條問題 就會開始拍了 大家記得把握這個機會 快點去留問題啦 我也知道有些網友 都很想我做這個Q&A的影片分享 記得把握這個機會 快點去留問題 希望我收到你的問題 拜拜 吃吧 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